今天的 Galaxy Unpacked 一樣是由三星電子總裁 DJ Cole 主持 首先從外觀設計講起 這次 Galaxy Note 10 一次推出兩款 分別是 Note 10 以及 Note 10 Plus 在發表會上可見的 Galaxy Note 10 Plus 隨著兩側曲面螢幕收編更為垂直俐落 並收窄了上下黑邊 搭配全新的 O 極限全螢幕 螢幕上也更接近滿版 Galaxy Note 10 Plus 的螢幕佔比來到了 94.2% 搭配 Galaxy Note 10 系列採用的 Dynamic AMOLED 爽感上肯定相當高 在螢幕上 Galaxy Note 10 搭載的是 6.3 吋 Full HD Plus Dynamic AMOLED O 極限全螢幕 而 Galaxy Note 10 Plus 則是採用 6.8 吋 QHD Plus Dynamic AMOLED 而在 O 極限全螢幕上 三星選擇將前置鏡頭放在螢幕中間 並且再一次縮小了螢幕開孔尺寸 也讓螢幕開孔瘦了一圈變得更小 Galaxy Note 兩款螢幕都支援 HDR10 Plus 並經過德國 BDE 認證 支援 100% DCI-P3 色域覆蓋 而在 Note 專屬的 S Pen 上 三星也推出了 S Pen 2.0 除了可以將手寫後的內容 直接轉換成 Microsoft Word PDF 等形式之外 也加入了 Air Action 的空中手勢操作 S Pen 從上一代支援 10 公尺遠的遠端操控 被譽為最強自拍控制器後 這次 S Pen 2.0 的 Air Action 除了可以透過手勢操作 Note 10 的相機功能之外 也可以透過手勢筆畫 控制相機變焦等等 接著邦尼很快的帶大家來看這次 Galaxy Note 10 的相機 規格上搭載 F1.5、 F2.4 智慧雙光圈的 1200 萬畫素主相機 支援 OIS 光學防手震 接著是 F2.2 1600 萬畫素 123 度超廣角鏡頭 以及 F2.1 1200 萬畫素 遠距鏡頭 在 Note 10 Plus 上 則是多了一顆 VGA 景深相機 功能上除了跟 S10 一樣 支援 Super Steady 超穩定防手震 HDR 10 錄影之外 這次在錄影功能上更加入了全新的即時景深錄影 在收音上加入了遠距焦點收音 只要隨著相機變焦 也會將畫面中主體的聲音進行放大 除此之外 Galaxy Note 10 Plus 的相機 更支援 3D Scanner 能夠即時拍出 3D 模型 在發表會的示範 邦尼真的覺得超級可愛 可以直接在拍完玩偶之後就讓玩偶活起來 在打開相機之後 更可以讓玩偶跟人即時做出一樣的動作 真的非常非常可愛 關於更多的相機表現 邦尼很快就會推出時機評測 請持續鎖定 邦尼幫尼 最後是大家關心的效能 Galaxy Note 10 搭載 3500mAh 電池 而 Note 10 Plus 則是搭載 4300mAh 的電池 快充性能上 Galaxy Note 10 支援 25W 閃電快充 而 Galaxy Note 10 Plus 雖然隨附的充電器一樣是 25W 的版本 不過可以另外加購 45W 的快速充電器 就可以支援 45W 的有限快充 三星也宣稱 只要充 30 分鐘就可以使用一整天 就定快充速度表現如何 邦尼也將於後續帶來進一步的實機測試 好啦 本期節目先到這裡 邦尼將很快取得 Galaxy Note 10 系列機種 並且在近期就會推出相關評測內容 千萬不要錯過囉 別忘了右上角對 Galaxy Note 10 系列進行投票 如果喜歡本期的節目 不要忘記訂閱邦尼幫你 並且打開小鈴鐺 即時收到最新的評測通知 當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 Instagram 以及 Line Ad 找到我們 如果還有其他問題 別忘了底下留言 那我們就下期影片再見啦 if Öko Democratic 呦尼呼 名 absolutely 打開小鈴鐺 も好 - allied colleague itelman primary